我叫中湖林 是北山社住村 党支部书记 我从小在这个北山村长大的 以前我们这个村都住在三个郭里面 交通不方便 因为改革开放 照顾古城政策比较好 我们村民陆续地从山上一地搬迁 搬到这个村来 形成了这个北山村 舌药历史不要有久 每家每户都有种植舌药 以前住在山山 都是靠我们舌药来自己治病 在2014年 我们经过村两委研究 成立了一个中小药核转舍 群众它自己自小 如果销不完的收购回来 精准湖冰户全部纳入核转舍 故宫多征收群众收入 还有我们大学生回村 建立了村村淘宝店 把我们村的产品运用网络 销往全国各地 我们北山村的舌药 在市场上也供不应求 一年也会达到三千万 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人均存收度就达到 一万五千两百元 我们还要把舌药 种植辐射到周边香镇 带动我们整个宁德的设计村 打造舌药产业 一条龙 马达花样万达 这几年来 舌药村的人口越来越多 发展也越来越好了 群众的生活也过得美美的 感谢改革开放 给我们舌药群众带来了好政策 我们是个小家 中国是个大家 由大家的强盛 肯定就会有我们小家的幸福 我们舌药 会同各民族团结发展 为祖国的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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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